美国宇航局,NAS通过类型数据绘制的地图发现,印尼龙木岛地震发生后,导致当地地理环境发生改变。 其中,龙木岛西北部海岸抬升了约25厘米。NAS官网9日发布消息称,根据7月30日至8月5日拍摄的卫星图片,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绘制的地形变化。 地图显示,龙木岛及其周围发生的永久性地表移动,都是由近期地震引起。 科学家发现,地震使得地下断层发生变化,导致龙木岛西北端抬高了约25厘米。 近期,印尼龙木岛连续发生多且地震,先是在7月29日,龙木岛发生6.4级地震,导致16人死亡,300多人受伤。 8月5日,龙木岛北部陆地再次发生7.0级地震,震源深度为15公里,此次地震目前已经导致数百人死亡,上千人受伤。 而在9日下午,龙木岛再次发生5.9级地震,震源深度为20公里,在此期间,龙木岛还发生数百起余震。 1个月,龙木岛嘨变化,写人之一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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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